新北市副市長劉荷然率領 新北各局處長起立致歉 围在一起議員怒指 劉荷然真的很離譜 大小聲不斷火爆場面 一觸即發 議員怒批新北市議會 由民進黨團進行總質詢 不過新北市長侯友宜沒有出席 還對外宣稱是副市長劉荷然 是代理市長 實際上只是職務代理人 劉荷然更一屁股坐在市長位置 仔細看劉荷然座位名牌 的確寫的是市長 更前方還有大大的侯友宜人形立牌 議員指出2015年 前新北市長朱立倫選總統 當時擔任副市長的侯友宜也到議會代理職務 不過只坐在副市長的位置 相比之下劉荷然難道是就地登基嗎 民進黨團議員更怒批 新北市局處長竟然拒絕上臺被巡 從頭到尾主席才能進次 沒有人要上台 沒有人要講話 最後雙方各退一步 事後劉荷然也趕忙撤下市長名牌 洪友宜立牌之亂也總算落幕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祝賀